南篮篮队主帅杜峰出师不力,在施育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,中枢给了老对手黎巴嫩队,杜峰的西亚之旅收获了一场败仗,这场比赛输得可惜,全场领先对手,即便是莫杰最后一场比赛, 最后一分钟,还有三分优势在手,却被对手打平拖入了加实赛,让黎巴嫩死里逃生,送给了杜峰一个苦果吞,输球肯定有原因,例如,这场球中国队就出现了好多问题,篮板球输给了对手,特别是前场篮板输了十多个,失误也多于对手七八四,如果少一些失误,多抢一些篮板也许就击倒黎巴嫩人了, 还有这场球中国队有五人得分上双,但这五人都与辽宁国手无缘,郭爱伦,李小旭,韩德军,三位辽宁国手几乎迷失,两人的零分,一人得六分,三人一共只得了六分,除了陆文博士打酱油和陶汉林被打入冷宫外,辽宁三大国手也是出场时间最少的, 郭爱伦十分钟,李小旭八分钟,大汗也只是十三分钟,当然这不是他们不愿意多上场,而是由杜峰来掌控,在出场时间问题,尚怪不得辽宁国手,但是这三人的低迷,却是不争的事实, 郭爱伦在十分钟时间里只有两注,还有两次失误,其他的就是零分零板和二头零重,两罚零重了,李小旭更惨,除了一板一范外,其他数据全是为零,零投零板零罚零分,你说这不惨淡吗? 只有大汗拿到了六分,但作为内线的他也是得分最少的球员,关键时刻还送,出多次失误,据说郭爱伦有小伤在身,但是李小旭和大汗,有没有伤在身那就不清楚了, 辽宁在国家队比赛之前,曾多次要求蓝鞋放人,让他们有较完整的阵容到欧洲打比赛,但是杜峰和蓝鞋一直不放人, 到底辽宁队员是不是出攻不力,流利到欧洲打比赛,这并不好说,个人有个人的看法,但是有球迷毫不隐晦的猜疑,杜峰是做的初一被别人害了十五,当年辽宁级主帅郭世强执教国家队兵百天津亚锦赛,输球后,杜峰成了偷笑门的主角之一,甚至被怀疑是出攻不出力,有球迷这样在网上说,看看杜峰的样子, 集前杜能的典型长相,以前郭世强做教练的时候他怎么做的,说了球还笑,现在就让他哭,没能力靠前和关系上位的人都是败类,杜峰当年真的是对不起辽宁的郭世强吗,出攻不力吗,而他今天凌晨的比赛,是不是面临了被害十五的尴尬,这真的不好界定,请诸位看官给个说法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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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